近期,随着各地疫情防控措施的不断调整,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有了新变化。 以广州为例,餐厅恢复堂食,许多出行方式以及公共场合都不再查看核酸证明等等。 对于这些新变化,有些居民一时还不习惯,大家在个人健康的角度该如何应对,记者为此走访了多位医生。 我们也料到了居民反倒对这个情况有些不适应,当然这种不适应是短期内存在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从调整心态和做好个人防护这两个方面着手。 大部分的普通民众来说建议还是在做好有效防护的前提下进行正常的社交活动,但是要注意几点,第一就是在外出环境中肯定要戴口罩的。 我们在外出环境中呢,一般来说戴普通的口罩,我们说普通的外壳口罩,普通的医用口罩就可以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要保持一点的社交距离,那么传播的风险是非常低的。 大部分正常的年轻人免疫力正常的话,一般是很多都是无症状的,或者症状非常轻微的,大客不必担心。 就像普通人得了羊,就是一次感冒那样的症状,发热啦,咳嗽啦,咽疼,三五天就过去了。 所以对于市民来讲,不用过分的担心。 很多地方已经恢复了堂食,我想凭着绿码进出就可以参加应有的一些堂食,或者是一些社交的活动。 但是我们也呼吁,没有必要的就可以减少。 专业人士介绍,不同年龄段的人体质不同,免疫力也有所不同。 但整体而言,现在的奥密克戎变异株致病性明显减弱。 经临床观察,感染后大多为无症状感染者和清醒病例,无需特殊治疗。 一般来说,轻症的话来说,我们就是轻微的发烧,一般不超过38度5。 那么会有些轻度的咽干、咽痛。 在第二到第三天,可能这种症状会有所轻度的加重,或者咽痛进一步加重。 一般来说,第三天之后,症状会发生改变。 尤其是在用药之后,可能这个咽痛的症状会逐渐缓解。 那么体温也逐渐恢复正常。 那么可能会遗留一些,比如乏力,皮肠流鼻涕,胃肠道不舒服,这些症状。 一般在一周左右,一周或者一周之后,这些症状基本都会缓解。 尤其注意一些,比如说,过了三天之后,体温大约38度,仍然不能退热。 或者说,这个感觉自我症状在加重。 当然我说的症状加重,就是新冠的一些症状在加重的话, 那么可以及时地到医院来就医。 对于现在像感冒一般的奥密克戎的一个感染,它很少侵入到肺。 广东人民很喜欢各种的茶水,特别是以绿茶为主。 还有柠檬水,我们也可以用柠檬可以做咸的,加点盐,切片,或者加点蜂蜜。 喜欢吃甜的也可以,使得咽喉部保持经常的湿润。 那么对减少普通的感冒也好,阿密克戎的感染也好,都是很有帮助的。 年轻的群体来说,我们中国自策抗原正是自己养性的话, 一般在几天之内,症状逐渐減缓了,可以在家做好自我监测和自我健康管理。 用适当口服一些针对性的,比如退烧药了,止咳药了,感冒药,一般就可以了。 而在疫情防控措施放宽之后,网络上也出现了不少备药指南或者新冠药物推荐清单。 对于家庭而言,哪些药物值得适当储备,哪些坑不要轻易相信,中西医的医生都给出自己的建议。 我们可以常规备一些,比如说一些像我们说的抗病毒的一些药物, 普通的止咳水和对一些安积分的这些退色药, 这样大人老年人和小孩都可以使用到,不必要说囤很多药, 其实囤很多药完全是没必要的。 我们可以备一些像我们广东很容易买得到的, 像三级饮啊,广东凉茶啊,板南根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那么备一些像围棋感冒片,复方感冒鳞片, 在高烧的时候或者发热的时候, 那么临时对症一下,吃一些退烧药, 或者是拿一些冰袋啊,冰的毛巾啊, 复复额头啊,等等这些也是可以的。 而对于儿童和老年人群体, 作为脆弱人群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更注意哪些细节。 医生认为,对老年人来说, 被基础病药比备新冠药物重要。 对儿童,则是家人在亲亲抱抱举高高之前, 要多加一道程序。 基础的应用药要维持好, 一旦发现基础疾病有所变化, 那么要及时地去在网上就诊或者到医院就诊, 这是没问题的。 现在医保的政策也鼓励是可以开一个月药, 两个月药,对慢病来讲。 同时还要提醒家长朋友们, 比如说我们从户外回来的时候, 不要马上去抱孩子或者去亲吻孩子, 还是要适当地做一下个人的清洁, 或者把外套换下来,再去拥抱孩子。 对于孩子的一旦感染了之后, 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观察体温和精神的状态。 如果孩子精神状态是好的, 并没有出现很严重的发热的情况, 是完全可以在家里面进行护理的。 如果孩子出现了高烧, 那我们可以用退热药来适当地对症治疗就可以了。